娘 我看锦柜他娘的绳子骨 是越来越差了 什么锦柜娘 锦柜娘 你得叫三娘 不懂规矩 三娘 三娘 自从锦柜走了以后 你三娘呀 一直没有缓过神来 那我看四娘的小造车了 五娘的肚子也没有大起来呀 家里的四 你少管 大姐 卷子 昨天晚上冯三胡的爹 冯长冬被大火烧死了 你们知道不 不知道 谁放大火 你 为什么还放火 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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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个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整个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整个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娘 我看了竹四娘知道谁干的 我去问问去 你不要去 你回来 我没看见 我啥都没看见 我整个都啥都没看见 四娘 四娘 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呀 我害怕 你怕什么 我不会死了 可怕有人也砸了我 或者半个卖到窑子里 当窑姐 四娘 你多行了 怎么会呢 我们周甲抢搞院生 又有那么多的假顶护卫 不会有那样的事发生 不对不对 你二娘不都是以为 不会死了被卖到窑子里去的吗 再说佛长高架的事情多可怕呀 昨天晚上各一看见他 昨天晚上你看见谁了 四娘 逢长公家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我 我看见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啥都不知道 我啥都不开见 我啥都不知道 折的 折的 四折的 那你紧张什么 我紧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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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张 我扯得不紧张 我紧张 我紧张 我紧张了吗 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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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扯得不紧张 四娘 其实 只要把少子冯长耿的熊手 抓出来绳枝以法 你行李 就不害怕呢 赵索 你老鼠极了还咬毛呢 比极了孤单的 我把他们全倒不出去 他们呀 这次起人太盛 我饶不了他们 他们啊 这次中了减人的诡计 你不要和他们计较 好 赵老鼠 赵老鼠 朱海哥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一下赵老鼠 没事吧 有我们这家密塞到的 有话直说 我是责血的 凯门建三的说吧 你想咋的 朱海哥 我知道你现在还得起头子上了 我也不相信那火是你放的 可有几件事情我确实想不明白 哪几要 你看看这皮疯 是你的不是 皮疯是我的不假 既然这皮疯是你的 那他咋能出现的放火现场呢 那否则两家因此怀疑你不为过吧 再说了 赵老鼠说你昨天晚上哥不久没回三十里铺 那这皮疯难道是自己长了腿跑了在三十里铺来了 皮疯的事情我爹跟我说过了 你们是中了金钱豹的理解剂了 金钱豹 金钱豹 跟我家的火有什么关系吗 这火一准是金钱豹放的 可这皮疯是你的 前些日子 我都设成一家军火商家里谈生意 恰巧金钱豹也在那里买军火 刮顾上和他斗嘴了 把披缝拉那家 但跟回想起来转回声再去凶找时 人家老板说金钱豹已经拿走了 还说改天情字鬼欢迎我 结果他一支某额送去 却在昨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那谁能给你作证吗 我可以带你们去问那个军火商 可可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 你讲 你昨天晚上到哪达去了 在舍城吗 那舍城里在三十里铺 有三铁的路程呢 你咋突然就能记得上午 跑着在三十里铺来了 那知道你们行李是咋想的 你们是不是以为 我昨天晚上回到了三十里铺 然后放了把火躲了起来 全是因为你们要吊死恶爹 我迫不得已才露了脸 对不对 不是恶这么小 是大家都这么看的 你看看这次什么 有镯子吗 你给我开着干什么 我的队伍计价开服前线 我向上风请假时间回想想情 就在昨个半晚到达县城 碰到城隆手下一位叫华子 他告诉我 你和三户就在结戈要撑婚 我甭想连夜赶回三十里铺 大喜之日不能控制两手见你们 所以我决定买副银桌送给你们 留个孽下 那你也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到了 我去了老子号龙凤城乡营楼 不凑巧他们那没有我要的现货 所以我求老板连夜为我打了一副 天为大量 我拿着英州快马加鞭 一口气赶回了三十里铺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华大哥 你说的这些 就算是我相信了 你咋能让佛兰两家都相信了 你可以带上他和三户一起去到龙凤城乡营楼 去找那个老板 他会告诉你这一切 要不我派人送你们去 不必了 我这就找三伙哥哥去少聊一下去 你站住 把珠子拿上 楚海哥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让我收你的礼物呢 你这不是填乱了吗 站住 这已经不是什么礼物了 这是打官司必不可找的证据 你拿着 知道了 官业菩萨 官业菩萨宋子娘娘 我家老爷三人放火 各自一额博冠 请你不要浅度一额 不要让那个少狐狸廉景柔先开怀 请石出给我一个妈来吧 跟 oss一个妈妮网关于娘娘 求求你了 求求你 大人也要救你的擠子娘娘 认证 你们说说 中化说的是正是假 凭他空说的几句话 谁能证明是折的 我觉得钟汉哥说的是折的 你鬼迷行员呛了吧你 他把你卖了 你还替他数钱是不是 三伙 你对我妹子客气点 从楚氏到现在 你一直对我妹子 粗承力气 横臂冷眼的 又是个妹子放的火 可从楚氏到现在 他一直替张钟汉说话 你咋不说说谈了 揍死吗 哎哎 先遍我理道了 想不想你吗 可谁也不知道 张钟汉说的是折的是假的吗 咋默认证明吗 那我不是说过了吗 匹佛的事情 射成的那个举火伤的证明 昨晚魂魂魂 三十里铺的事情 现成龙凤城乡 一路的老板能证明 你不信 到他们墨去 我说你俩咋了 还没有找着放火的人 这个人和这个人 就打个门完吗了 费了半天叩售 你咋还怀疑猪汉哥了吗 姨 你左一个猪汉哥 右一个猪汉哥的叫的 你到底什么 全都恶情处了 恶情处了 别说 爹 瞧瞧什么了 王冠都磨清楚了 是周若槐 才锦钱包发喊的火 锦钱包 城光 你怎么知道 是周若槐派他干的 周若槐的本意 是要烧死华华 和遗了背了 免得令氏店来纠缠他 况且人又不是他杀的 他能一推六二五 果真是这个老阎王盖的 人算不如田算 周若槐虽然没有 烧死你和华华 但是却报了 对你爹的一介纸仇啊 恶天跟他有什么仇吗 你爹让营青的队伍 在他家门口转了几个圈圈 让他受气的丑门 为这死 他赏给锦钱包两口肥猪 两驼子烧酒 两个羊颈 这哈 这往万花山上送的 走 抄家伙 弄死那狗人的周若槐 走 周若槐你滚出来 这里不好东西 咋了吗 咋了吗 周若槐 让周若槐滚出来 看什么 快点 快点 周若槐 周若槐 你不好东西 走 走 周若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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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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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干什么 干什么 让周若槐哥滚出来 这是守府 不是你们家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快上 走 过来 周若槐 过来 快出来 快 快出来 让你个停下来 你少废话 今天你已经给我点敌票 我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要是能够答上来 我愿意给长庚兄弟抵命 你说 你们 挺信长总汉的话 认为火势紧钱爆放的 紧钱爆越狱之后 做了散带网 你们应该到万华山去找他 找我干什么 是你只是紧钱爆放的火 你还要推到紧钱爆身上 办不到 胡说 你这话就说得离谱了 你亲眼看见了 还是三十里户有谁亲眼看见了 不是你只是紧钱爆放的火 那我问你 紧钱爆放火之后 你为什么要给紧钱爆 两头烧酒 两个羊姐 两头分出 三虎邪子 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 紧钱爆 省性雄猛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从监狱出来 放出话说 我往日里对他是 不仁不义 特别是他做大牢的时候 我做事不管 没有死以援手 所以他说早晚要熟悉我 你们家那个暗火 就是紧钱爆放的 我害怕他爷给我下毒手 我才卫星的 财家人给他送了些东西 那也是破财免财嘛 哪里是 我 我奖赏他呢 谁是你的鬼话 今天你救你给我爹底废 胡说什么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问紧钱爆 要不 我陪你去见紧钱爆 咱们挡着他的面 把这事核对清楚 行 走 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 走 走 走 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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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上来人事你 你还要什么花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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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花儿 球管家 球管家 你在哪儿打 你在哪儿打 莫容 我 静钱爆 你自己痒痒的 你快出来 出来啊 出来 出来 你有种 三虎 三虎 走 走 三虎仙子 三虎仙子 静钱爆 你就抹着个东西 你一定要出来 静钱爆 残无人道 你不要拿鸡蛋 往石头盛铺 三虎兄弟 回来 剪钱爆 一个王八蛋 你给我出来 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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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虎哥 三虎哥 四 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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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虎哥 快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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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虎哥 我 我想好了 我找张忠汉去 找他做什么 找他给咱报仇雪横 忠汉哥的势力比金钱暴打 我找他打金钱暴起 男子汉大丈夫受了欺负 让自己的女人去找别的男人帮忙 不能气 我求人给自己男人报仇雪横 那是我做婆姨的本分 佛争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丢不下那个人 那有啥丢脸的了 你 花花你 忠汉 爹 忠汉 来 把这个带上 不拿了 这带上了 忠汉哥 花花 花花 忠汉哥 张老婆 张老婆 你手提咋样了 磨事吧 好嘞好嘞 老你挂念了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 忠汉啊 忠汉啊 花花找你啊 八成四叔你缝说的事了 那去看看还有剩东西没有收拾好 你们说说话 张老婆 没什么事情背着你老人家的 你就挨手在这坐着好了 东西没收拾完了吗 你们说你们说啊 不用你开口 我知道你想熟悉什么 什么 你想叫我派兵去万花三 打金钱报 我不能去 为什么啊 你记仇 你别帮我 我这次回来摩带队伍 另外 我的假已经到期 今儿个我得往行啊赶 你看 心里都是都好了 那你不得 把一天走吗 窘中无戏言 说好今儿走 就得今儿走 一无穷金是要被抢毙的 哦 叫你不要去你别去 你以为你的面子跟那磨盘那么大 怎么样 哎呀 到头来还不是一样 闹了个恐求人的名声 求就求了怎么了 我又不是挖蜜挖出痘痘了 彻不短还粗粗了 那咱组不能 就这么空着手等着 等着让人家 帮咱们报仇雪鹤吧 你现在有礼礼的和 那你跟我说 就像你这么坐着 啥时候能把人等来吗 那等来个谁吗 我现在告诉你 等不来 像咱们这无权无视的穷人家 一辈子也等不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像个爹这样 面朝黄土背朝天 只知道乌冬的穷人家 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发财 不可能有权势的 咱们改变遇到的唯一法子 就是吃粮当平 我明天就去追涨中汉 明天一大早就去 我跟他一起上前线 你去吃粮当平 我乐意得很 可是眼下 你爹的仁命案子 也在这儿放着呢 令氏店的麻丹事 也在这儿放着呢 你倒是默默喳喳走了 你把我一个人撩下 我咋办呢嘛 你等我当平回来 我混个一管半职 我把咱家该报的仇报了 该雪的喝雪了 咱俩就好好过日子 谁也不敢欺负咱 等你收了一管半职 那周家令家金钱报 早把我送你阎王殿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咱不能在这儿等死吧 你是不是想我拖练你了 乱没用 三红子 娘 娘 你们俩跟个停着啊 这长辈去世不出散伏 莫结婚的儿女 她不准结婚 新结婚的儿女不准同房 还还 今个晚上 你跟个连你大嫂 咱们娘撒一打睡啊 三胡子 你自个儿睡啊 要不你就跟你隔去睡去 听见了吗 行 三胡哥 大清早的磨菜刀干什么 我又走了 我想那包饿狗啊 还会来欺负你 能把这刀磨得快快的 押到你靠起底下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三胡哥 要去就去俗语舍的二十一旅吗 不管倒是妈不对 都此持粮倒兵 都此流血打仗 都此用那血汗 换取那光弦呢 我跟那二十一旅的 张副旅长有仇 我觉得我去了 他肯定会害我 我想 我还是去找张中汉吧 花花 嫂子 我俩听说 你们跟老人缝开过了 拿了点东西 来 来 来 妻子 花花 儿女成家了 跟娘老子缝开过 那是老规矩了 你们饱草行了 嫂子 哥 我爹走之前 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 哥 我三胡哥他 嫂子 哥 我昨天跟花花少量了 我准备去吃俩导饼 逃出一个羊眉土鸡的雪豆豆来 当兵 当兵 你撒谎 你一走 我妹子日子可难熬了 不是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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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叔这一走 我行都烧透了 我现在下地决心了 只要活出去 什么都不怕 说着这么说 可还得防着 周若怀令氏店 那么鬼爪子 那令氏店 不是想得到我吗 他肯定不想让我死 也肯定不想让 周若怀惊妾报 把我弄死嘛 我只要爱派得巧妙 可以借用他的力量 把自己保护好了 你慢点啊 慢点 慢点 哥 嫂子哥走了 老公叔啊 哥哥 母亲 娘 你保住舍体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太太 你要的无鸡膛 你看 你看看 我做得好看吧 四太太呀 你想娃娃都快想出病来了 这纸蚂 则了太子嫔妃 皇上在位是臭他们 太子登记后 他们正是一国之母 像周家这样的人家 咋能做不个儿子呢 老爷日思夜想 我呢 夜思日想 那么夫妻俩合一起 一起求素智娘娘 她咋得就不给恶一个呢 不要 我要是生不害个一男半女 他们就会把我卖到窑子里去 到时候就老死接头了 老爷 这鸡汤哪儿来的 是四太太自己把首饰卖了 让恶门做的 老爷呀 四太太也是想为了给您生个儿子 他能生个儿子 屁都放不出一个 出去 是 拿走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我让锦钱包去冯家放火的事 学此气了 老爷 不死我 冯家说 就你看见了锦钱包 不是你死贼 老爷 这个都不死我 这个都不死我 李冯家 小的在 来 把这些东西拿出去给我赏了 哎 告诉淑娘 以后魔偶的盆户 不许给她开小道 就是她自己讨钱 也不行 四太太 你 你管家 把这个留给我 你 你 再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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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不 你 你 不累吗 跑了半天 能不累啊 老爷 我又不是纸糊呢 听话 听我的话懂吗 走 我有四刀意 走走走 锦荣 我想让你回一趟娘家 什么 让我回家 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之后 不再回来吗 你舍得我吗 舍得这个假吗 你就是那里哥哥呀 我找一找那个手 我还以为你生在福中不知福 你心里头还有个好歹吗 啊 哎 老爷 那你和我一起回去吗 哎呀 我僧意上的事情太多 疼不开绳 让李和陪你回去啊 老爷 啊 你让我回去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让我说呀 呵呵呵 还是饿得小清清 我饿得行啊 我想和你爹和好 让你回去 给我们说喝说喝 你想和我爹和好 啊 告诉你爹 蓝花花已经和三虎成就了六礼之婚 整洁已不无存在 要纳他为妾 你们令家的那个祖宗牌味 会被唾沫星子借满的 哎呀 那你想让我爹怎么做呢 跟你爹说 以后再也不要提那个蓝花花了 要不然 他和我 就像塞进雨泥里的两匹老马 越折腾现的月绳 弄不好 连老命都得贴进去 这个害人的蓝花花 这酒 请问这是冯三虎家吗 是啊 你们找冯三虎干死吗 我们请他回去猜军 他已经猜军了 已经猜军了 去哪里了 国密隔壁局四十八旅八油八连 里长市昭周瀚 走 我们找他去 老爷 来来来来来来 我把规矩啊跟你们说说 一会我要逮着你们谁还能猜出是哪位太太 你们这个月的份子钱我就给扣了 老爷 老爷 那你还猜不着呢 那你们说 你们说 老爷 给我们姐妹美人做一身新衣服 对对 衣服 再给我们美人配一套首饰 来来来来 就是成功最好 我还得说啊 一会儿你们藏的时候 可不能离开地上 这十个莲花垫子 要么 也算你们输了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老爷要逮你们了啊 看着蒙好没有 别让老婆 老爷赖了 我们查三公寿看谁啊老爷 还得绕三圈 好 好 好 转 转 转 我要逮你们了 二 一 二 三 快去去去去去 来来来 这儿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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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老爷 老爷 快去去去去去 快去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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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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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回来了 哪个小姐回来了 令金融 她带回了 蓝芳芳的消息了 有啊 走 看看去 咱们这是等啊 还是散呢 这人家都说了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这偷着 不如偷不着 这话一点都没错 现在她的眼里 只有那个蓝花花 就没把咱们姐妹 当回事 既然回来了 就多住些日子吧 伺候那个周老爷 也够累的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好好谢谢 周若槐的事啊 你不说 我也知道她的用意 她是派你来做睡客 想以蓝花花 以非玉女之身 断了我取她的念头 然后 我不缠着她了 你们就能 踏踏实实 甜甜蜜蜜的 过着老夫少妻的日子 再如愿以偿的 给她生个大胖小子 对不对 这老东西 想得还挺美 可是 蓝花花已经失去了 玉女之身 难道爹爹您还要她 父母下世 不出三福 未婚儿女 不得结婚 新婚儿女 不得通房 以你和李管家之说 蓝花花新婚的 当天晚上 还没来得及同床 家中便遭遇了火灾 冯三虎的爹 还葬身于火海之中 那蓝花花 怎么可能失去 玉女之身呢 我不是痴人 骗不了我 张管家 走吧 这什么的 你来找人啊 找谁 张连长 我们这里没有姓张的连长 那这国民革命局 第四十八旅的 八英八连在不在这里边 八英八连已经开拔了 去什么地方了 这我哪知道 这里路过的队伍多了 来来往往的 我哪知道谁啊 你还是自己去找吧 你还是自己去找吧 你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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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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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这就是进去 这不能动 那管家 你帮我打听一下 这八英八连到底在哪儿打 行不行 这我哪知道啊 那你帮我打听 冯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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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冯三虎吧 就是 走走走走走 走 干什么 走走走 知道了 走走走走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不然我们不好交财啊 大哥 那这甲州汉抹报呢 咋给你们回去啊 你要是想报仇 那就给我们回去了 喂 烧饼来了 三位 慢用 慢用 为什么 严小姐说了 她哥哥会让你打算军官的 走吧 总比你跟着张鲁翰 从小鱼户去抢夺了 小二 我要喝酒 真是太平盛世了 都有钱到这儿喝酒来了 小二 喂 来了 军爷您来了 军爷喜怒 军爷喜怒 您看这儿全都满了 真是抱歉 我不管 快给我找地方喝酒 您看我们这儿小店有名 我们也没办法呀 哼 啥子让我拼嘴 赶快找你吃饭 要不军爷您想等会儿 等一会儿有人结账的时候 大叔 我 谢谢你 你离家让开走 我们还没吃完呢 没吃完你到别的地儿吃去 大哥 咱们都是吃了当饼的 别为难我们了 小子 就这君晓敢跟我比 我告诉你 你连给我倒洗脚水 都轮不上 干什么 你不忘记啊 晓儿 晓儿 来 坐坐坐 晓儿再给我换一桌 赶紧的 老爷 李管家在这儿候着半天了 您还是见见他吧 李老爷 你老身体还好吧 老爷您坐 舅太太您好 张管家 给老爷倒茶 好嘞 你干什么来了 日子差不多了 我接我们五姨太回周府 回去啊 跟你们周老爷说 锦荣得他娘家多住些日子 先不回去了 那我见一下五姨太 看看他是什么意思 不用问 我是他爹 做得了这个主 令爷 不把五姨太截回府 那怎么好想整爷脚带呀 照直说 就说 我不放人 除非 他把蓝花花和金钱包 亲自交到我手上 你回去吧 还不赶紧走 还不赶紧走 老爷的已经发坏了 李管家 请吧 六爷 那个回客了 我 那我喜欢的 那我也是 你 赞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主帅 盛名九 高文 老爷 我回来了 李和 你可回来了 金荣 武太太呢 武太太她莫回来 她莫回来 李老爷 不 李四殿把她给扣化了 她莫回来 你回来干什么 老爷 老爷 李四殿让她给你赏个口信 什么口信 她让你亲手把兰花花和紧接报交给她 什么 答应了她才放荣 这个口舅呆 我答应 我答应 我给她立个字去 我两个月子内一定给她把人送去 我写好字句之后 你就拿上 跟我把人换回来 老爷 酒管家来了 老爷 有事把冯复 老爷 立马应该把兰花花扎住 卖到榆林府去做咬酒 无缓 他对新闻